看目前信航庭上台致辞 来看最新的现场 好 要生活要民主要改革 人民新州的怒火到底有多火大呢 三立新闻持续带你回到凯道 呛马晚会的现场 那么从下午三点钟呢 这个游行队伍开始集结 那么起跑 那么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急进凯道呢 目前民党号召了十五万人上街头 在凯道聚集了十多万人 在这个晚会的现场呢 不断的聆听 不断的呛马 不断的来表达他们心中的熊熊怒火 那么现在在台上演讲的 就是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正在发表他的火大宣言 带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民政党很用心 民政党有说建议 国私会议 国私会议是这个是在帮忙 因为很多事情 退休金的事情 先我们在政的事情 先非核家园的事情 其实这种事情 真的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他没联系他没法解决 他没灵人解决 但民政党说开国私会议 国私会议是很多人反对 民政党的人也反对 有的哦 说你去替马英雄解决的事情 没错 因为这种事情是台湾共同的事情 未来有一个民政党接触 我们也会遇到财政的事情 我们也会遇到退休金的事情 所以我们民政党就是有信心 有可能我们一天就接政 所以我们怕你 马英雄这一家 国民党这一家 我们会完预跟帮忙 所以开国私会去 大家来参与 我们在帮助 他不用说他改革 要不要去 我们也开始帮助 大家都不用想这种 低级短期的选票 不要做选票的考量 要对台湾的未来考量 我的子孙考量 这样有利了不利了 民政党有用心啊不用心啊 但是 我们要帮忙 要把他针 他就是说我们要把他加 马英雄拒绝 马英雄说不用 说没效 说他开百多片毁去了 就不知道开百多片 就有效了 就要做好的政策 这样不走好 对不对 所以国私会去不开 他不开 他说以前开国私会去 都没效 没效 你一定回总统的时代 开国私会去 照我将台湾省与董结 照我落出的修现 那些人有着改 国会有着改善 其实那时候就是国私有名 那时候民政党是帮忙李政委 帮忙国民党 他说你就帮忙李政委 但我们现在也要帮忙 不帮他求了 你如果要开关退休金的事情 要开关台湾福建的事情 财政的危机 民政党要帮忙 他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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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没有怎么开关 百战兵所 不帮谁 我说的比较粗 站着毛根不拉屎 就对了 他还在跟他说 做你呢 他跟没做的事情 你就要露台 大家说有你了没你了 但是我们今天也要监督 尤其我自己也要监督 怎样 因为我有时候说 妈咬不灵 说我也不好意思 我说妈咬不灵 我就酸酥 酸酥一个不灵的 我再建设 但是不过 我喝了四年 我都不敢说 但是我等到第五年 参与闻又参 那又参与主意 那我感觉不是我的问题 那不是只有我的问题 就说是怎样 妈咬不灵的 他还会召 第一就是说他奥庸司法 跟参团 跟媒体 你的结果 两千块年 我再算你时刻 他就将阿兵 打罪谈悟 就民进党 打罪公开 好刚才你听到 是前行政院长 谢长廷呢 他在台上 发表他的火大宣言 那么稍待一会呢 持续来到现场 上台的 还有会包括了 民进党的前主席 蔡英文 那么当然 今天晚会的压轴 就是民进党党主席 苏贞昌 他会发表他的火大谈话 那么在他谈话 过程当中呢 民进党的党中央 也规划在总统府的 建筑外观呢 持续用雷射的光束 打上无能 下台 愤怒 这几个大字 要让人民 心中这几个月 一连串的怒火 全部都一块吼出来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 掌握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